我想说从台新给的额度可以知道这间银行相对保守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台新银行的额度一开始只有5万 我那时候是升恒昌的白金卡 第一张卡片 就是台新第一张 然后我大概过了一年之后才要求他帮我往上调升额度 然后才调到10万 然后又过了一年两年之后才调到20 然后直到我最后最后就是 我办了升恒昌无限卡 就是两年前很夯的那张 就是这个停车审卡 2017年的停车审卡 之后 他才帮我的额度翻一倍跑到50万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新银行 所谓的新银行意思就是说 这个开放就是明明银行 大家来就是就是这些财团可以办 办开就是设立银行之后 新一波才起来的银行 像台新银行就是比较新比较年轻的银行 然后叫新银行 新银行它基本上是比较现实的 因为它基本上它就是要获利 它要赚钱的 所以它的那个风险评估 基本上会相对比较保守 因为如果你没有钱给它 或者是它看不到你自己 它看不到你的财力证明 它不会给你比较高的额度 像我一开始我的年收两三万 年收入大概是三十几到四十万的时候 它给我的额度就是十分之一 就是五万 就其实是蛮保守的 所以如果您去办信用卡 您的年收入大概是在这个 四十到五十万区间的话 您的第一张卡片的额度 大概就会是五万左右 不会太高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